这一期是专门做给已经买好的花的业主 你在成交险的一到三个月 开发商一般来说都会跟你安排一个我们叫做Walk2 也有一些开发商叫做New Home Retention 让你进到这个房子里面介绍一下所有的设备的使用 然后再让你去检查一下这房子里面有个瑕疵 所以如果说你已经签好的花了 今天这一期你一定要好好收藏 接下来讲的每一个你在你业房的时候都会用到 首先我刚刚讲的就是说一般来讲 这个会在成交前的一到三个月来通知你 他这个里面他会告诉你 一般来说你进到这个房子里面不能超过三个人 因为毕竟当你去的时候可能只有你的单元是做好了 但是你还是要通过公务区域 公务区域他可能还是工地 这个时候一定要记得不要带你的小孩去 这个非常重要 首先小孩如果在那里哭闹 那边可能灰尘很大 他可能也不太舒服 也有可能没有适合他的鞋子和头盔 这个地方是有安全隐患的 所以千万不要带小孩子 一般呢我也不建议带很老的老人去 因为他们可能也没有办法帮助你 最好的人呢就是你的地产经纪 你自己对买新房以前有过经验的人 最好是这三个人 当然如果说你是你跟你的伴侣两个人 那跟你的经产经纪我觉得就足够了 你可能也会问我说你既然是来厌房了 那你要不要找厌房师 厌房师可能会骂我啊 但是我觉得你应该不用找厌房师 因为这个房子它现在真的能够让你检查的东西呢 其实还不多 你在里面的时间呢 可能也不能超过半个小时 你可能没有机会把你的洗衣机啊 整个做一个run 或是你的洗碗机啊 整个做一个run 这一些你都不用担心 因为你还是有你的250保修 我在另外一个视频呢 讲过这个250 大家记得收在这里 那他们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一米条款 什么叫做一米条款呢 意思就是说这个瑕疵呢 你不是说用放大镜看出来的 你是大概在一米的距离之下 可以明显看出来的问题 他们会视为瑕疵 极简的例子就好像说 你看到地板很明显的看到有个滑痕 或者明显看到它是裂开的 那那个就可以 如果说是一些细纹 你必须要贴近才能看到的时候 那个就不算是瑕疵 那你主要的要去注意些什么呢 你在这一次的宴房里面呢 你主要最好去用一下 窗帘的开关是不是顺畅 打个比方啊 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这种卷帘 这个卷帘呢 拉下来再放回去的这过程当中呢 很有可能会把它 绞进旁边的一个轨道里解决 这个东西你在当下 如果直接跟它讲的话 那它可以直接帮我换 那还有就是说每一个抽屉和每一个橱柜 每一个抽屉和每个橱柜的这个开关 还有呢 每一个橱柜门是不是很赖 是不是对齐对称 中间这个洞会不会太开 这些东西 你都可以在你的walk door里面去跟它讲 还有呢就是因为现在的这个抽屉呢 都有这个soft closing 那有些soft closing 它关的不正常 你也是可以在当下 能够看出来跟它讲 所以呢 窗帘抽屉和这个橱柜 因为这些东西是你在这一次walk door里面需要特别注意的 那当然还有一些门的开关啊 这些很明显的 就是说我们如果看到 旁边上如果有个明显的凹痕 或是滑痕 或是瑕疵的话 也可以 但是记得一米调管 一米的距离当中 你可以很明显看到 而不是啊 你如果是这样的话 它就直接误视 如果是啊 你看我看到它在这里 那不要这样 当你发现问题的时候呢 它一般来讲 会在它的平板里面做一个登记 然后在加字的地方呢 贴个条 它会让你签字 现在一般都是在平板上签个字 之后真的拿钥匙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去比照一下看一下 就是说这些东西它修好没有 还有人他会问这个问题就是说 啊 那我快交房了 他能不能让我看一下车位啊 和locker啊 这些东西 很抱歉 他不能 我常常跟客人开玩笑啊 每次呢 真的拿钥匙的时候呢 都是moment of truth 就像开盲盒一样 因为呢 你到那时候呢 你才知道你的车位是在哪里 是不是特别小 上面是不是有挂的什么东西 你是不是进去是很难进去的一个位置 然后呢 locker里面是不是有个大水泥柱 这些东西呢 真的就像开盲盒一样 等到你真的拿钥匙的时候才能看 很多人要问我说 上年帮开包商卖了这么多套 他能不能给你拉点关系啊 把这些东西弄好呢 我就这么讲 我在最早大概十几年前卖楼花的时候 他是可以让我在合同里面写进去 就是我的车位必须是离电梯多近 必须是正常大小车位 必须是上面没有挂件 没有设备挂在上面 以前我是可以写的 但是后来呢 太多经济让开发商去写这个条文 开发商现在已经不能让我们写进合同里了 开发商现在是说 我可以帮你做一个助记 你今天想要这样的 可是呢 意思就是说他不能保证 所以还是开盲盒 那能不能靠关系 让你一定能够拿到好的车位呢 只得要看开发商到底有多少车位 我有几个自己买的房子的 开发商确实是很给面子 给我了很不错的车位 但是我也有自己买过一个房子 开发商给的车位是特别难听 如果说你去年有看本地新闻的 我其实因为车位的事情上过本地新闻 跟开发商去扯皮的 很可惜的不想放连接出来 当时呢 我也是通过了各种渠道 出卖摄像 登上媒体 都没有改变我的车位的位置 所以很抱歉 开发商在这个上面真的是无言不敬 不过这扯得有点远啦 反正呢 无论如何呢 在walkthrough的时候呢 大家记得就是把该看的要看好 把握好自己在里面的30分钟 不要带不相干的人 最重要的呢 是要带一个有经验的一场行径 跟你一起去walkthrough 他的虎眼精兵 可以让你发现你发现不了的东西 最后祝大家都能够住进自己满意的心房